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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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讲到 是讲到關于认识字 我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表题 因为我已经改了表题 改了我自己忘记了 健全自尊 快乐人生 然后还有 阳光的笑容 好 我们先来看看一下 第一个经文 传道书十章十节 传道书十章十节这么说 他说铁气顿了 若不将任魔怪 就必多费气力 但得智慧止焦 便有益处 Amen 慢慢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今天早上 我们能够再次来聆听你的话语 神啊我们要将我们完全交在手中 求你让每一位耳朵 主能够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 神啊求你的话语 来向我们心里说话 也让你的话语 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主要来照明我们心里的状态 好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状态 能够回应你的话语 我们如今祷告来是同意 大家说 Amen 只是我不需要被邀请回来神社公社教会 是华文教会讲道啦 我们是同一个教会 OK 我只是后脸底下走进来 跟你们讲道就可以了 好 四十记六章 四十记六章十二到十五节 四十记六章十二到十五节 OK 大家一起图好不好 一二二请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建显现 对他说 阿能的勇士啊 耶和华与你同在 基建说 主啊 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 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 我们的列主不是向我们说 耶和华领我们走开起上来呢 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 现在他却丢弃我们 将我们交在米店人手里 十四节 耶和华观看基建说 你靠这正能力去从米店人手里 拯救米斯列人 不是猜浅 不是我猜浅你去的吗 基建说 主啊 我有何能拯救米斯列人呢 家在马拿西之派中 是至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是至为小的 哇 OK 我让你们看看这个经文 如果有到圣经来的话 可以发到这个经文 基本上在这一处经文里面呢 上帝在跟基建显现 然后上帝第一句就对基建说什么 他说你是大能的勇士 大家说大能的勇士 大能的勇士 然后第二句呢 上帝跟他说 你要靠着这极大的能力去 这个能力你要靠着他去 什么能力 就是神给你的能力 神给你的能力大不大 大 大 OK 然后他说你要什么 你要讲 你将要拯救以色列人 拯救以色列人 就是代表说 你要做救国的壮士 你要拯救你的国家的命令 OK 三句 这么古兵性的话 然后第四句他说 不是我猜浅你去的吗 答案是还是不是 是 是谁派你去 上帝派你去 如果上帝派你去做一件事的话 你觉得上帝会让你成功和失败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对 是谁的 我来看看 你来看看